中国历史上只有一场战争是决定了我们中华文明走向的 那么这一场战争就是木野之战 木野之战之后周朝取代了商朝 那么周朝创建了很多制度 比如说分封制 比如说敌长子制 比如说同性不婚制等等的 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时光 价值观 宇宙观 生命观等等的 都是从周朝开始延续下来的 之乎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 周朝搞了这些东西 它有个核心点就是道德 从周朝以后我们中国所有的核心 都是围绕道德来运转的 那么周朝之间的三朝是什么样的 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它是神权的国度 它是通过大量的人质来讨好上帝 从而获得自治社会运转的基础的 所以说我们看三朝人 跟我们以后的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三朝人是好无的 而且喜欢喝酒 而且喜欢种欲 毫无任何的固执 但是我们周朝之后 我们是克制复礼的 三朝甚至还是一个尤根民族 它是四处迁都的 那么到了周朝之后 才只迁了一字 就是平往东迁 所以牧野之战 是决定我们中国文明走向的一场战争 它整个的奠立了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面貌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就是我手上的这本 《中国历史知识地图》 《地图上的中国史》 一共有三本 这本书是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它的地图非常的权威 这本书的特点是图片非常多 里面有很多图片非常的精美 此外它的地图非常多 知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每一个历史的发展时期 都会有相应的地图来说明 看历史一定要看地图 没有地图的话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 而且它的知识点非常多 人物介绍有历史事件介绍 有国宝的介绍 还有古今地名对照 还有中外历史对照 现在购买的话 出版社还会额外的 赠送一本地图册 那么这一面呢 是我们中国监狱的变化 然后翻过来这一面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年表了 点视频中小黄车就可以购买